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面中看到艺人小S和老公徐亚军穿着一身黑线身礼仪公司 因为这个月初小S公公徐庆祥因为心肌梗塞过世享受84岁 4号是灵堂开放的第一天徐亚军和小S到场的时候 两人紧握着手不发抑郁戴着口罩仍挡不出I7的神情 此外大S和居俊叶以及S妈黄春梅也在中午将近一点的时候出现了 而且是在他们抵达之前上午大约是10点37分时 许庆祥 遗孀黄寿珍以及三个孙女 Elly Lily跟徐老三就现身在许庆祥的灵堂 同样是不发抑郁走进去 不过说到许庆祥深浅的愿望 徐亚军的姐姐曾表示 爸爸过去曾跟他们说 此生已经无憾很满足 孩子们都很孝顺 自己行医时救了很多人 退售后也一直继续行善 是子女心中的典范 这位林堂将开放七天提供亲友道场悼念 春天马上来 春天马上来 那个 哇塞 妈呀 脸上挂摸镜 一手忙着指挥助理 王小飞的母亲张岚 直播过程越说心情越激动 你就是啊 最亮的仔 最亮 我怎么叫最亮的仔 最亮的美女 对不起 我怎么叫最亮的仔了呢 和团队是仿佛是话中有话 张岚原本手上还拿着女性的内在美 坐视药套上 下一秒则和助理穿黑衣戴口罩 命不透风的造型 原来是在模仿她 日前大S徐希元 久违在媒体前献身 到小S公公 许庆祥的林堂志异 当时她在头上盖披肩 胸前的黑纱 强光下一照有些透夫 被对外网友发现 间接成了张岚 她想消遣的事 她也放话 这波热度是觉得要蹭的 今天起不来了发烧了 今天又躺下了又病了 有一种罪恶感的一躺下了 嘿嘿嘿 这小妹正在给我做治疗 原来几天前她病到无法起身 才没在第一时间直播 只是她这么做 就连对外网友都看不大下去 觉得拿知识开玩笑 没必要 更何况是自己的前媳妇 身体还没养好 就急着开炮 张岚感怒也感言 TV讯上的庄际张文娟讨不懂 啥时候结婚今年 她对我那么好 对孩子那么好 她人那么好 对吧 语出惊人 今年要再婚 大S前夫汪小飞 宣布和台湾混山东的网红Mandy交往 如惊动了结婚念头 似乎也是有点微醺 但最后土真言 再婚消息一出 立刻涌入祝福声浪 就连前妻大S也送祝福 说这次一定要白头偕老 所以铺天盖地 我也说 如果铺天盖地的说这个人傻 你得好好想一想是不是人设 但且有张盈盈则是吐槽 王小飞看随她结婚这件事 其实王小飞近期高调 官宣新女友 也常常在直播中 有意无意放善 咱们的 您的儿媳妇 我的儿媳妇 那她变我儿子了 各位 小飞变我儿子 天哪 我有那么老吗 更惊喜的是 与台湾政治人物红秀柱合体 这镜头一转还拍到了Mandy 王小飞自认是红秀柱的干儿子 接着真亲妈张然 也在开直播时被道贺 她则说别问兰姐 自己今年结不了婚 还没遇到另一半 但时时刻刻准备结婚 说自己有这颗爱的心 或许也是希望能够沾沾 儿子的喜气 TBS宣传宣传 综合报导 TBS指控前几年离婚的时候遭到前夫 王小飞在网路上公开她的个人资料 包括了她的住家地址 还有银行账户 认为王小飞已经侵害她的个资 所以是对她来提告 而王小飞在今年1月的时候遭到起诉 今天法院首度开庭 她没有请假亲自现身 而她在法庭上有重申几个重点 包括第一个大S家的住址呢 其实是他们之前录制大陆实境节目的时候 制作单位就已经拍摄过 当时也没有遮蔽哦 而这个银行账户呢 她主张是自己拿来缴房贷所使用的 因此呢她没有任何动机去泄露 表示说会公开 是因为之前大S先说 这个房子是大S自己所买的 她是为了做出澄清才会公开 而她时候觉得有不妥 也已经快速的删除了 而被问到说呢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她也有来对媒体说 她其实很喜欢台湾 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状况 刚才我想说的 在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已经跟法官就讲清楚了 小心检测 小心小心小心 我还是会经常往返两岸的 我非常喜爱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谢谢 来 抱一下 孟小费在法庭上也有列出几点 比较重大的支出 她表示说和大S结婚以来 总共是花了3.2亿 就是要让家庭过更好的生活 而在离婚前四个月 她意外发现说大S有刷她的信用卡 买了一千两百万的奢侈品 是寄到韩国去 让她相当的不解 而其实离婚后的第一年 她也有支付将近五千万元的费用 包括家用啊 还有司机都是采时报时销 甚至小到看电影买链笔 这些都是由她来支出 因此认为自己 其实对这个家庭是付出非常的多 不过呢 这个她还是哀告了 那对于此呢 大S这边的经纪人是回应说 不会随汪小飞来问之起舞 和我前丈母娘 哎哟 你看我们都愉快乐融融 汪小飞去年底带父亲来台游玩 还跟X妈开心同框 两个家庭看似和乐融融 只是却没停过台面下金钱纠纷 我觉得台风是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的 一个景点一个顺利 2017年X Hotel开幕 X妈担任承租保证人 她向周刊透露 有时房租延迟缴纳 就会收到存证信函 直呼身为一个家庭主妇 真的非常惊恐 就怕全家得坐牢 大S王小飞离婚后 她也提过要卸下保证人身份 但王小飞却迟迟不办理转移手续 前年王小飞和张岚母子声称 大S住的房子都是王小飞买的 X妈也述说当年 他们婚后买了第一间房 卖掉后买下大S现住的 信义区豪宅 余额八千多万元 开了共同户头 但某天钱却都被淋光 X妈还说女儿就是个糊涂蛋 大S先前售出借给王小飞 两千六百万元 实际上的金额近非新台币 而是人民币一千六百万元 加上港币一千万元 近期还传出王小飞 培养过往帮忙的保姆 杨阿姨带货卖酸辣粉 对此她首度发声 就是因为杨阿姨在抖音 分享跳舞影片 其中一定疑似 还是大S四亿元的豪宅 哀哄 她强调自己只是想带货 赚点钱 作为两家的中间人 似乎语代无奈 TVBS新闻 上面在红云平台报道 一人大S的前夫王小飞 前几天才因为被告 泄露个资 参笑出庭 恐怕没想到现在 又有新战场了 大S今天下午 突然在脸书发文 指控王小飞婚内出轨之外 还证实几年前狗仔爆料 王小飞喝多了 动手推倒小S 大着肚子阻止 同样被推倒在地 甚至拿书砸她 大S还爆料 收到了王小飞婚内 跟各个不同女性 不堪入目的照片 深受打击 才知道为什么对方 总急着两地飞 而张岚劝她别离婚 还保证绝无此事 大S坦诚离婚后 确实因为泄愤 刷了几次王小飞的信用卡 但是是王签字允许的 但大S说 因为借王小飞 付出在王小飞身上的多更多 更语出惊人的说 十年婚姻 两死一重伤 强调今后不再回应 种种抹黑 全权交给法律跟司法 也在文中最后写下 从这一秒起 你是净花水月 而我只走花路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